来 嫂子 快进来吧 郑经理 请 想不到 这屋子 竟然还维持得这么干净 温娟 都是你和杨大哥打扫的是吗 还有新莲哪 每半个月我们都会回来 这屋子竟然还维持得这么干净 把这里的门窗全部打开 让她通通风透透气 然后我们三个再里里外外地把它轻一遍 温娟 谢谢你 没什么 你们的恩情我一辈子都还不了 嫂子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你呀 太境外了 好 解开 说 他是怎么跑的 这还不简单 我走梅运他走狗屎运 就让他给跑了 你胡扯 我至少听见两声枪响 一个瘸子居然跑得比子弹还快吗 唯一的解释就是你根本不想射他 在码头你也开了枪了 为什么没射到他呀 你 段处长 如果真的要追究责任的话 最该检讨的就是你 要不是你打草惊蛇 搞得人心惶惶一片大乱 他怎么有机会可以逃走 你强词夺理 你莽撞无能 你是什么人 谁让你进来的 你们两个同样无能 你是什么图写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当然知道你是谁 段处长 游队长 那你又是谁啊 你是谁 我是检察署派来的检察官 负责逮捕杜荣益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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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我虽不熟 不念哭 日出堂不日暮 忙着拂 青春只为此女独 画法般几书 自唱一笑而轻易老入风中中 我望昏雅一顿小群反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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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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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那首歌我要献给我的母亲 我们母女已经有十五年没见了 可我知道这些年来 就算她吃了再多的苦 受了再多的委屈 可她心里总是惦记着我们几个孩子 记得我刚跟母亲分开的时候 她告诉我 她一定会记住我的歌声 所以今天我就用我的歌声来迎接她 我要让母亲知道 我还是当年的洗脸 依然是她的女儿 感谢我的母亲 也谢谢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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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安 你回来了 杨大哥 谢谢你了 心里 娘 你终于做到了 心里 终于做到了 真好 你让我觉得很骄傲 我真的觉得好开心 娘 这些年来 您的日子究竟是怎么过的 每次我印象到您一个人 独自承受那么多的痛苦 我就觉得好难过 没事妈 一切都过去了 爹 爹 你听到你的歌声 我所有不开心的事情 我全都忘记了 行李 以后 你不用再为我操刑了 知道吗 不过没关系 我也想到 以后我们可以住在一起 我又可以好好地伺候你 我就觉得好开心 来 来来来 刚煮好的 保证是香吉了 来来来来 嫂子 尝尝 正经理也尝尝 不就是盘花生吗 看盘得意的 咱这县城里可都知道 我这洋湖煮的花生是特别的好吃啊 就拿茶楼来说 有幸尝过的顾客都说 不喂别的 就冲咱这花生也天天到茶楼来捧场 哎呦呦 照你这说法 那客人上茶楼来 不是因为新莲歌唱的好 而是因为你的花生煮的香哦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你干嘛老是跟我抬杠的 真是 郑经理 你倒是凭着这领 你说我这花生吃起来 是不是特别的香啊 对啊 杨师傅煮的花生呢 真的是特别好吃 你瞧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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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郑经理说的公道 事后不早了 我也该回去了 嫂的 嫂的 娘 你要回哪去啊 新莲啊 你娘她不打算住在这儿 她想回你们老家住 娘 我们不是都说好了吗 你留下来住在这儿 这样我才可以多陪陪您 对您多静静孝心啊 我老家住习惯了 一个人也不觉得寂寞 新莲 别为我担心 我不会有事的 娘 娘 娘 不能这样 你熬了十五年了 总算回来了 我怎么能让您一个人回去住呢 还是留下来吧 好吗 行脸 别这样 快起来 娘 我求求您留下来 让我好好伺候伺候您吧 行脸 你听我说 我知道你现在很忙 你没有必要把时间浪费在我的身上 更何况 我熬了十五年 除了想看看你 看看永逸 有才 还有奶奶 也想找到新平 十五年前 为了想找到新平 我活了下来 十五年后 这依然是我最大的愿望 你明白吗 起来 快起来 傻孩子 哭什么 你心里惦着我 想着我 这我都知道 可十五年的分别 你已经走出了自己的路了 你要坚持继续走下去 千万不要因为我 而停下你的脚步 知道吗 就留在这儿 多陪陪你爹娘 我 我会常常来看你的 心里 可以再看到你 我真的觉得好开心 这样 就够了 Hua 心里 赶着你亲娘住得不远 几步路就到了 如果你想她的话 随时可以去看她 不是吗 不哭了 多少风雨在人生的路上 多少悲伤要独自去一场 这双劫如何担护 恨和希望 恨和希望 一雪风霜 告诉自己要坚强 一真万丈 天生不遥遥相望 冷暖悲凉 点点滴滴在心上 看来是我 看头认识浮华沧桑 一朵永恒是一个梦想 还会给我力量 婉玉 你终于回来了 怎么样 见到娘了吗 她很好 杨树他们夫妻俩还特地啊 带她去看新莲的演出 这么说娘她见到新莲了 嗯 太好了 真是太好了 新莲啊她很孝顺 她想接娘去杨家住 就近伺候她 可是 你娘拒绝了 拒绝 为什么 你娘的说法是 杜家她住惯了 可是 我觉得她内心真正的想法 其实是 她认定 新莲已经是杨家的女儿 所以 她不想去打扰新莲 就如同 她以为你和你弟弟 都还在张家 也不想去打扰你们一样 为什么 她这到底是为什么 难道她真的想顾劳一生 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觉得她好孤单 好孤单 永依 你真的决定明天就走 我的行动已经暴露了 留下来只会连累你 我知道 一旦你决定要走 我说什么也留不住你 不过有件事 你不要忘了 我会永远等你的 我知道 娘的事你放心 我会照顾她的 我会像个儿媳妇一样 照顾她 平准你 终于哪表示 姐姐 establish 你 Anne 一哥 你要离开县城了吗 走之前我要回去看看我娘 这样不妥吧 现在警察盯着伯母 等着抓你呢 我知道 可是我一定要回去看她一眼 一哥你 走吧 阿德 我进去了 娘 原谅孩儿不孝 是我女生 那我是小姐 我还是自己按刮 我还是小姐 你我和你 也要保证 我跟他讲 你最后的一刻 你和我一首 让他 Algun牌 我看我最后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你并不一定 你不要烟 你而来 它是最后的一个 那就是跟人家 声努力 抬起来 抬起来 走走走 下一个 下一个 快点 快点 别猫躁 快走 快走 下一个 过来 过来 站住 站住啊 站住 再跑 我就开枪了 站住 站住 再跑 我就开枪了 没用过枪吧 快点 快点 真是没见过世面 追 是 快点 快站住 来 立东 快点 快点 快 追走 走 没事吧 走 你们两个 领送一下 是 是 举人跟我来 这边 里边看看 好 走 这边没有 你看 你轻轻点 我帮你吃鞋 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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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张 你去看我嫂子了 你说我怎么面对她呢 我不能老是对着她撒谎 可是又不能让她知道 永一的现状 不是吗 这的确两难呢 队长 队长 报告队长 杜永一被段队长开枪打中 好像伤得不轻 处长要求加强警力 展开全面的搜捕 这跟张检察官要求 把警力部署在杜家的命令 有所抵触 所以才会来向您请示 好 就按处长的指示 把所有警力调离 去搜索犯人 是 队长 你不怕张检察官 跟你过不去啊 队长 一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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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还是止不住 我看这样吧 我给你起个大夫 你在这等着我 不行 你伤得那么重 继续脱下去不是办法呀 你不要管我 你先走再说 以免被我拖累 那怎么行 我怎么可以丢下你不管呢 笨蛋 只有你安全脱身 才能救得了我 我不走 不要再抱我妈妈了 你快走 不走 我叫你走啊 走 一哥 走 快走 走 快走 追上去 下去了快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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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检察官 这条街全搜过了 没有任何发现 快走 下一个 好 这儿的少先别撤 你马上带人往下一条街去查 有任何蛛丝马迹 立刻回来跟我汇报 是 走 negotiations 继续 善静 宣康 兄弟 你的招呼也太热情了吧 对不起啊 我不知道是你 我在这执行公务呢 兄弟 我带你见一个人 走 走 停 来啊 好好好 不管你说 我们一上了一个卖艺的女孩 她就在这里卖唱 所以带你来欣赏她的风采 走 段少爷 我已经给您留好了 您坐 您坐 茶水马上就来 行了 来了 来了 赶紧坐坐 我说你怎么那么好兴致 死啦 活啦 非要报应啦 来 原来是这么回事 来了 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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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过水呀 穿过雾 荒野北方圈尘土 若花流水不归处 山河深处青丝骨 替你生畔 爱你生畔 天地尽独自转轴困死路 满腹愁似无处途 风大雨吹难熄路 来 看这种人 她就叫声音 没缺泪淡河深 你别不在意 可能 更好 混淡 我还有事情 先走了 你去哪儿啊 江剑 等等我 段少爷 茶来了 谢谢分场 谢谢分场 玉琳 阿德 你不是跟勇义一块书城去了吗 你刚受伤了 被检查开枪射伤 伤得不轻啊 怎么会这样 别问那么多 快跟我走 就一个要紧 好 你去外面等我 我马上就来 你葱葱妈妈上哪儿去啊 我上哪儿去 需要跟你讲吗 你呀 真是个工作狂 工作不及的 今天啊 你一定要好好在这儿听新莲唱歌 走 走 跟我来 你放开我 要我放开你可以 你亲我一下我就放开你 你再不放手 我喊人了 别喊啊 这外面车等好了 就等你啊 去给我喝两杯 走 走吧 放开我 你 周少 周少 你 你们在干什么 你谁啊 干过我们家少爷的事 你不要命了 你 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陪我朋友过来喝茶的 清康 你跟他认识啊 认识啊 那好 赶紧叫他把人给放了 你凭什么叫我放人啊 你 哎 兄弟啊 你先别发火 他是我未婚妻的哥哥 你已经有未婚妻了 是的 让我来跟他说 刘哥 你先给我一个面子 把郑小姐给放了 他是我同学 也是城里来的警察官 这件事要是闹大了 被你爹知道了 肯定就麻烦了 男人 真的 rehabilitation 谢谢你啊 清康 我們走 好 唉 你什么كن回縣城呢 我媚媚急著到處找你 到處都找不着 我临时回来办点事 今天刚到 刘哥 我还陪朋友 是陪了啊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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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察官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呸 是 就是 有什么了不起的 别 别生气啊 咱们听歌 走走走走 走走走 让开 让开 少爷 少爷 您来了 您来了 请请请 对了 瞧见了吗 那两位客人见过吗 当然了 他是我们店里的常客 常客 是啊 那位客官已经来了几天了 听说啊 是从省城那里跟过来的 每天 献花 写情书啊 都是为了献给我们新莲小姐啊 你 你 您怎么躲在这儿 师父 对不起 我 我受伤啊 你 您 你 你就是警察要抓的那个逃犯 警察 警察 他在这儿呢 快来抓啊 警察 快来抓啊 他在这儿呢 就是 说大夫 一模仿 也 太多 看那个 张先生 你 承定 彼尽 驾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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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长 张检察官随时都会回来 你真的不怕他找你麻烦吗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让你亲手逮捕永毅 你办得到吗 说真的 我办不到 这就对了 老张啊 一只受了伤的狼 你猜他会逃到哪里去 队长 你的意思是 段家乡想集中警力搜索永毅 我就正好顺水推舟 把警力调离杜家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因为一只受了伤的狼 他唯一的去处 就是他的老巢 就是他的家 我没有想到的 我相见到的 里面有的 抓住他 跑 跑 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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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走吧 你等一下 也还好吧 我扶你进房 来 你忍耐一下 撑着点 当心 来 伤口我看看 是强伤 你忍耐一下 我帮你把伤口清理一下 怎么了 怎么了 你说 经历过比死亡更可怕的事情 那究竟是什么 先别说这个 我给你拿药去 你告诉我 失去最亲 最爱的人 失去一切 直到一无所有 好 我 我日日夜夜盼着见你 如今 您 您 您在我面前 我却没脸跟您相认 娘 娘 娘 我 但我 我 绝了 人 其他人 这些人 在我身 nya 你不停 彼此 而 你 杜咏义也出现了 我看 他们俩 根本就想联手起来对付我们 江素秋怎么想我是不知道 但是如果杜咏义想报仇的话 我倒是很欢迎 那这个样子 我抓他就更容易了 你说得到轻松 我们家宁儿和你儿子庆康的婚事 眼看就快到了 难道你一点都不担心 会出什么差错吗 嫂子你放心 咱们两家联姻是何等重大的喜事 我怎么能掉以轻心呢 我有把握 在那个之前 一定会把杜咏义给除掉 宁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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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去省城找庆康了吗 什么时候回来的 宁儿 看见你段伯伯 怎么也不打一声招呼啊 他可是你未来的公公啊 段伯伯好 宁儿 到底是谁欺负你了 你告诉段伯伯 段伯伯替你出口气 还有谁呀 不就是你那个宝贝儿子欺负人吗 庆康 他 他怎么欺负你了 段伯伯 你帮我评评你 你帮我评评你 我为了多陪陪他 特地去省城待了几天 可他呢 就敷衍了我一两天就不见人影了 你说 有人这么对待自己的未婚妻吗 庆康这孩子真是的 宁儿 别生气 等段伯伯找到他了 一定好好教训教训他 让他亲自来给你赔礼道歉 这样行了吧 不够 你呀 得让他给我写一封悔过书 然后贴在省城的告示来 照告世人 那我才会原谅他 宁儿 别瞎胡闹了 你这么做 不就等于让全省城的人 多看庆康的笑话吗 他活该 谁让他欺负我的 行 那段伯伯就罚他写悔过书 让他写个一千份 一千份 是啊 这个 他这个悔过书啊 不但只要贴在省府的公告栏里 还要贴满大街小巷 让全省城的人都知道 他对不起你 那可不成 那怎么不成啊 庆康 那是我未来的夫婿 你要是叫他把悔过书 贴在大街小巷的 那他的脸岂不是丢大了 我不忍心 宁儿 一会儿说要教训庆康 一会儿又为他心疼 你把你段伯伯呀 都搞得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倒也是啊 算了 回过书呢 我就不让他写了 宁儿呀 就替我好好骂骂他就行了 行 等段伯伯啊 回到省城找到庆康之后 我就会好好教训他 替你出气 啊 嗯 谢谢段伯伯 嗯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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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少爷 怎么了 不溜 你去给我打听一下 郑婉玉住的地方 啊 什么啊 那你去就去啊 哦 好好好 没问题 我现在就去 哥 你回来了 敏儿 哎对了 庆康回县城了 你知道吗 真的吗 他什么时候回来的 早就回来了 哎呀糟了 我在省城到处找不到他 我还以为他故意躲着我呢 看来 是我错怪他了 霓儿 你可别高兴得太早 庆康他 他怎么了 听说啊 他迷上了一个卖唱的女人 所以才能省城追到这儿来 你说什么 他不但天天去茶楼听歌 还天天去献花 写情书呢 就是为了那个女人 我不相信 我骗你干嘛呀 这是我亲眼看见 亲耳听到的 不可能有假 那你说 那个女人叫什么名字 新莲 那个女的名字 就叫新莲 娘 你怎么来了 今天茶楼宫休 我就忙里偷闲 跑过来看您啊 娘 这是文娟娘特意为您做的菜 快趁热吃吧 这怎么好意思呢 我就一个人 简单吃吃就行了 回去跟你文娟娘说 以后啊 别再特别为我准备什么吃食了 可是文娟娘说了 她还是希望你一日三餐都到杨家去吃 省得你还得自己打理 不用了 我自己打理就行了 娘 你为什么就是不肯对自己好一点呢 有什么需要就跟我们说 一点都不麻烦 您苦日子过了这么多年了 现在就让我们为您尽尽心意 好吗 就这么说定了 以后啊 您要是不到杨家去吃饭 我跟文娟娘就把饭菜端过来 管你饿播 反正先吃了再说 我看我再不答应啊 下回 你是不是连杨家的锅碗瓢盆 都要给搬过来了 知道就好啊 快拿进去吃吧 衣服我来帮你晾 娘 这件衣服是谁的呀 有个年轻人受了伤 我把他带回来了 他昏迷了一整夜 现在在屋子里呢 在屋里 他的伤口很严重 看起来应该是枪伤 枪伤 娘 您又不知道他是什么人 为什么要去救他 万一他是坏人 那可怎么办 您就是这样 心肠太软 万一他醒过来之后 为了不认人 到时候谁来救你啊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受伤 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被追杀 我看到他的时候 他很无助 整个肩膀都是血 要不救他 他早就没命了 不过带他回来 挺辛苦的 因为他还绝了条腿 所以 我会跟他跟我产生 难养 他还没想到 是阻碍的 这些人 我得到这些人 死的 那 签 万一 只想避免 保持 但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是一个梦想 爱会给我力量 不再彷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